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明日顺县 有的时候啊 咱们不能不相信风水 各位网友 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这种风水 老兵啊 有的时候我也是挺唯心主义的 是 咱们这个世界是唯物主义 按照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来讲 但是呢 你不能够否认唯心主义的存在 尤其是老兵一直都相信风水轮流转 巴兹啊 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命格 跟你你今天的境遇 跟你的命格都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同样的 国家也有国运啊 就是说 大家我记得很清楚啊 2011年的时候 当时日本的政府啊 要把什么钓鱼岛国有化 突然之间就三一大地震了 突然间就海啸了 海啸不算 还核爆 十万人啊 小本子十万人直接就就挂了 到现在那个地方 这个福岛市都成为了一个废墟啊 然后你看这个 菲律宾也是啊 你说他以前那个 总统叫阿基诺三世 这人跟中国牛逼啊 去年就挂了 大概六十岁吧 刚刚六十岁吧 就挂了 大家可想而知 你跟中国搞 好像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帮助我们 同样的 这两天 福利宾也是很牛逼哄哄的 非常牛逼哄哄的 然后呢 他这个什么总统小马克思 又召见什么中国什么大使 啊 训话 啊 然后又要什么这个给中国警告 在南海要怎么怎么样跟中国牛逼哄哄的 美国什么菲律宾要搞什么军事演习 突然之间他的一架飞机 早上起飞后就失联了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18日 菲律宾民航局表示 当天早上6点43分 一架编号为RP-32080的 塞斯纳340型飞机 从菲律宾 比克尔国际机场起飞后失联 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飞机现在在哪里 啊 是不是啊 你看你这个菲律宾 我说句话 这个是灾难 是灾难呢 我们要表示啊 心痛 确实 从人类的角度上来讲 那是咱们的同类 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讲 我也不想去搞这种心灾乐祸 搞得很没素质 只不过我在想 那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突然之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不觉得这里面 有很神秘的东西在里面吗 你飞机就出事了 啊 所以啊 菲律宾啊 真的啊 你别跟中国斗 跟中国斗 你会出很多事 捣很多霉的 而且大家 我在想一个事啊 大家发现没有 怎么好像跟中国斗的国家 韩国 日本 包括我们这个叛乱的台湾省 还有这个菲律宾 怎么这个飞机都轮着掉一遍了 啊 飞机都轮着掉一遍了 那中国东航也掉过 东航掉过 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吧 啊 是美国的暗门在这里操纵 那他们这这几个 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 不是很清楚啊 也不是很清楚 但台湾的掉 我是很 我们是很清楚的啊 按照这一次 比如说中国无人飞艇 是什么部队在控制 有媒体 譬如是中国的战略资源部队 在这里控制啊 战略资源部队控制这个飞艇啊 这个一些情况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啊 别的 我们没有证据 我们不去说 但是说你菲律宾 你刚刚跟咱们牛逼 你飞机就失联 有的时候要好好反思反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 啊 就像你日本每次牛逼 每次都地震 每次都出事 啊 你自己好好地反思反思 当然了 他们是不会去反思的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格 和自己的能格 没有国格 怎么有能格呢 对吧 随波逐流 像蜡烛一样 被美国一吹 吹到哪 他往哪边转 啊 他没有自己的 艺术形态 所以说 我跟各位讲 你有的时候 你不得不相信玄学 啊 唯心主义的一些东西 啊 这是一个事 中国海军直升机 一度接近日本渔业调查船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水产厅 2月17日晚 发布消息称 当天上午 日本国力研究开发法人 水产研究和教育机构的 渔业调查船 杨冠丸 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 进行渔业资源调查时 中国海军一架直升机 一度接近近距离船尾至 150米至200米处 日本政府认为 这是可能导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行为 向中国政府表示遗憾 并要求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据水坦厅透露 中国海军直升机 接近调查船的时间是 17日上午10点47分左右 地点在冲申本岛西北方向海域 直升机在高度约30米的上空 盘旋两圈后 远离了阳光丸 阳光丸上23名船员和9名调查员 没有受伤 按照计划再继续进行调查 那么这个直升机呢 不就是我们从 这个军舰上面起飞的吗 咱们这个052D上面 不就可以起飞直升机吗 就给日本近距离 给他打个照面 也就告诉他 你小子别牛逼 这边别给我撒野 我老老实实的 所以说呢 中国现在对待日本也好 菲律宾也好 胆敢跟我们牛逼的 胆敢以为背靠美国 可以跟我们来搞对抗的 这些小逼嘎子 我们都是不客气的 都是要上颜色的 给手段的 所以说 现在就是什么 一个打狗给主人看的一个境地 让美国对他们的所谓的美非 所谓的安保条约 非常的苍白无力 大家放心好了 中国真的把菲律宾 或者日本的船给他打爆掉 美国都不会出什么兵 这就是他的这个德行 一个气球 让咱们就看到了 美国处理危机时候 的真实的一个心态 和真实的一个水平 他不会希望 要干什么事的 所以说台湾呢 也不要老是 嘰嘰咕咕的 天天这来帮助你 那来帮助你 你自己不努力 天天这个帮助你 那个帮助你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也看到巴炯 公然造谣老兵 什么叛逃了 携款潜逃了 他无所谓 这个是不是事实 无所谓 他有没有证据 他只要 说给他同温层的那帮 呆娃厅 然后怪娃王 呆娃 全部在那边 呆娃的交响乐 他们就开心就好了 这就是整个台湾的心态 整个台湾也像 八九那样子 自欺欺人 阿凯 精神 精神胜利法 这就是他们的精神胜利法 所以你觉得 这一泡烂泥 能够扶得上墙吗 扶不上墙的 所以说 日本也好 富士兵也好 总是被我们搞得这么苍白无力 台湾呢 天天就说 这个都是帮助他 那个是帮助他 人家在 北海道部署个什么 那也是因应台湾有事 人家日本建个什么 因应台湾有事 你他妈的在大分跟青森 那个明显是针对俄罗斯的地盘 和朝鲜的地盘 你在那个地方 人家搞弹药库 是针对中国的 他这个话 讲的真让人觉得 非常搞笑 那你说日本跌 针对中国的 好 那人家 马上这个日本 就会被打脸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事 北韩又射导弹 日本洲际导弹 飞落入日本专注经济区 北韩18日发射一枚导弹 根据南韩和日本政府说法 该枚导弹 疑似是长城导弹 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日本首先岸田文雄指 这枚导弹虽然落入了日本洲际经济区 南韩军方表示 在18日下午5022分 侦测到一枚推测为洲际弹道导弹 从平朗的顺安区朝东海发射 指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日本称为日本海 日本防卫省也证实 北韩在下午5021分发射导弹 防卫省指这枚导弹是洲际弹道导弹 飞行的一共是66分钟 高度约5700公里 副防卫大臣 井野骏郎指 根据这枚导弹 在下午6时27分 落入北海道 渡岛大岛以西 约200公里处 日本首相天文雄表示 北朝鲜发射的这枚导弹 虽然落入北海道以西 日本的重要经济区 它已指示政府官员 迅速向民众公开必要的资讯 确保该区域的航空器船只安全 并为紧急事态做因应准备 这是北朝鲜自1月1日后 今年以来第二次发射导弹挑衅 直至美国和南朝鲜22日 将在华府举行兵器推演 提高两国嚇阻和应应北韩核武威慑的能力 并强化美国的延伸 嚇阻力 两国下个月也将在南朝鲜举行 例行春季自由之阵联合军演 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 实际是警告 针对美韩军演采取切索卫舰的持续 强力的回应 朝鲜又打洲际弹脑导弹了 打的是非常厉害 又是狠狠的 等于说是颜射日本 日本又被颜射了 闻了那股腥臭 腥臭味 里面全是蛋白质 这个就是日本每天他都在享用 这个高蛋白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看 你这个台湾也好 一天往菲律宾 一天往日本 菲律宾怎么样了 因应台湾有事 日本怎么了 因应台湾有事 那北朝鲜这个导弹又落入 日本超出竞技区 离北海道又很近 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吓得腿抽筋 又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说说看 你这个日本能够来帮助 台湾吗 那北朝鲜又是在打他们脸 北朝鲜又在打他们脸 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害怕 我说过了 我们听到谁放导弹 根本就无所谓 韩国跟日本听到放导弹 他们会很害怕 国土面积小 国土面积小 大白的代表了一种心胸的狭隘 那么又代表了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北朝鲜每次这样搞一搞 他们都是非常害怕的 这就是他们内心正式写照 所以你会看到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是他们的这个军力 是经不起考验的 你真的想要来测试 他真的想要来搞他一下 他基本上就滋乱阵脚 那台湾人还高兴得不得了 什么韩国的什么T50 比教练机到什么 高雄小港机场停靠 然后还有人从台北在那边驱车 几个小时到高雄 要来看这个 这个在 被朝鲜无人机侵略南韩的时候 坠机的这个教练机 他们都要现场亲自看一看 殊不知这种飞机是多么的惨次 多么的惨次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中国周边的这个几件事情 中国周边这个几件事情 那么 其他的事情呢 我们就先不说了 好吧 那么就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谢谢 一會兒